香港警察实弹射击高中生 冲击了许多大人的心 在被抓捕的反送中示威者中 最小的只有12岁 台湾亲子与人权团体 共同发起儿童联农强称香港活动 呼吁港府谨守人权底线 不可扩张警权 以维持秩序之名 行压迫儿童人权之实 儿童是未来不是暴徒 停止射杀孩子 面对恶意的政权 香港的小孩都已经不怕危险 勇敢站出来了 我们更不应该沉默 我支持香港人民 坚持自由的决心 因为我年纪相仿的学生 甚至国中生 更甚至是国小生 站上了街头 在我在书桌前读书的时候 他们在街头上练就一生 在一分钟内戴好头盔 护目镜 防读面具的功夫 这些未成年的青年 这些儿童 他们正遭受到 香港政府 香港警察 用暴力的对待 香港的这些儿童 他们的基本的儿童权力 他们的基本的人权 被香港政府严厉的剥夺 台湾儿童们 手牵手到挤南教会外的围离 亲手戏上 昨天跟大人们一起写好的布条 为香港的哥哥姐姐们加油打气 这起由台湾亲子以及人权团体 共同发起儿童联农墙撑香港活动 呼吁港府谨守人权底线 新唐人亚太电视综合报导 感谢观看 请监装